岁月匆匆,如同流水般逝去,即便是荧幕上的女神亦无法逃脱时光的侵蚀,在这变迁之中,有人能够坦然接受自己老去的容颜,而有人却不愿面对,选择通过整容手术来追求青春的外貌,最终却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让我们来回顾一些因整容而毁容的女星们。 一、郑玉玲,首先要提到的是郑玉玲,她是香港影坛的知名人物,曾经风光无限,拥有影视界的崇高地位。 今年,郑玉玲64岁,她长期沉迷于整容手术,不幸的是,因多次整容失败,她的面容变得异常,这让她感到极度尴尬。 整容背后,与她的前男友吕芳有着不解之缘。 在郑玉玲的事业巅峰时期,她与男友吕芳的恋情坚定不移。 尽管公众和媒体普遍认为吕芳并不配得上她,毕竟在众人眼中,郑玉玲完全可以找到更为匹配的伴侣,而不是身高不及她的吕芳。 然而,郑玉玲对外界的批评质弱网文,与吕芳的感情始终稳固。 吕芳与郑玲交往后不久便搬入了她的家,并开始了一段女承担经济大权的生活。 意外的是,这段被视为女强男弱的关系竟然维持了16个春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郑玉玲的控制欲让吕芳被改压力重重。 最终在一起16年之后,两人选择了分道扬镳,令人震惊的是,吕芳在离开郑玉玲之后,竟然公开表示这十几年的相处如同牢狱之灾。 在与吕芳的感情告终后,郑玉玲开始了她对整容的探索之旅,可惜这一切并没有如她所愿。 整容失败反而让她失去了自信。 现在,又是四岁的郑玉玲,尽管财富过亿,却孤独一人。她曾试图借助现代科技来保持那颗年轻的心和美丽的容颜,却没想到,一系列高科技的改造让她的面部变得僵硬而可步,留下的只有一张扭曲。 面目全非的脸庞,观众在看到现在的郑玉玲时都会惊呼不敢相信。 曾经的无线电视台的宝贝如今竟沦落至此。 二,黄夏慧,在年华如花的时节。 黄夏慧以其清新脱俗的容颜和沉静的气质,16岁时已显得格外动人。 然而,当她踏入娱乐圈后,虽然知名作品不多,她却与著名的粤语影星凌娇陷入了热恋。 遗憾的是,这段情感并未能久长,在双方互相指责声中画上了句点。 后来,黄夏慧与赌王好友,名律师胡百全结缘,尽管胡已有家事,她便以情妇身份与她同居。 黄夏慧深知自己的不利地位,便决定借生子之事牢牢捉住胡百全的心。 她退出了演艺圈,并为胡先生诞下了六名子女。 尽管如此,她仍旧未能获得名分正妻的地位。 为了维护自己的美貌,黄夏慧选择了整容手术,然而当时的整容技术远非成熟,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没能打败她的决心。 最终导致了现在人们所见的模样,黄夏慧的人生故事远不止这些。 1977年,乐剧名家邓永祥逝世,她的一双红金眉与子女为遗产展开了漫长的争夺。 黄夏慧身为红的闺蜜,频繁介入争产事件,引来媒体嘲讽她是为了抢夺公众的助益。 湖北全去世后,黄夏慧遭遇车祸,报案时遇到了潘炳烈警官。 潘一见清新,1983年,两位50岁的黄夏慧与潘炳烈在美国洗劫连里,展现了他们晚年的归宿。 此后,黄夏慧个性大解放,时常以奇特的装束和农装世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她的行为也日渐古怪,甚至在2014年,黄夏慧花仲金举行了自己的生前葬礼,一幕幕一世引人侧目,但潘炳烈对她的包容显示出二人间真挚的爱情。 3.杨丽精 1988年,随着杨子琼的暂别,17岁的杨丽精凭借她那英俊的外表和灵巧的身手,接过了《皇家师姐》系列的接力棒,一举成名。 然而,2010年,她的一次公开亮相,因为脸部僵硬和不自然的笑容,让众人震惊。 自那以后,她陷入了整容的争议中。 2015年,她尝试通过专家鉴定和澄清会来洗刷遗云,但似乎效果有限。 到了2021年,53岁的杨丽精开启了自己的直播生涯,虽然身材仍保持良好,但脸部的巨变却让人感到陌生。 肩下巴,大眼睛,典型的网红脸,让人几乎认不出当年的模样。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怀念过去的她。 杨丽精的经历成为了当今追求网红脸女生的一大警示,提醒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该失去自己的独有之美,因为瞬间的虚化意识。 而个人风格永存。 4. 傅明线 傅明线的身世充满了富贵。 她曾在《开心鬼放暑假》中扮演天真烂漫的宝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然而,在演艺生涯之外,她的情感生活更是引人注目。 她的首位丈夫,香港的富商叶剑波,是个在爱情游戏中经验丰富的人物。 傅明线成为了她众多征服对象中的一个。 婚后,她选择了隐退,过起了豪华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叶剑波因涉嫌诈骗,被警方逮捕。 傅明线随即宣布了两人的离婚,之后的傅明线沉迷于夜生活,直到遇见了庄嘉宾。 庄氏集团继承人,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但是,当庄嘉宾的父亲得知傅明线曾经离婚, 他们的婚事遭到了阻挠,经历了两段失败的感情后, 傅明线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色彩。 她甚至尝试通过整容来舒缓内心的痛苦。 2020年,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自拍照显露出她变化的面容, 肩下巴和大眼睛与过去相距甚远,让人唏嘘不已。 5.薛芷伦 薛芷伦在娱乐圈中以起短发、青春靓丽的形象和开跑车的风格著称, 备受圈内人士的喜爱,但在爱情面前。 她决定为了男友刘昆明放弃演艺事业, 养人的关系虽然激情燃烧, 但刘昆明的不专一最终导致这段关系短暂结束。 心灰意冷的薛芷伦后来遇见了富商马清伟, 养人的恋情迅速升温,并在短短三个月后决定结婚, 此时薛芷伦已怀有长子。 婚后,薛芷伦彻底告别了娱乐圈, 专心家庭,她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 但马清伟的花心本性让这段婚姻充满了风波。 十年后,薛芷伦因无法忍受马清伟的外语, 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的薛芷伦开始放纵自己, 长出入酒吧。 2009年,她被诊断出乳腺癌,情况紧急, 经过长时间的治疗,薛芷伦战胜了癌症, 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使得她的容貌大变, 昔日的美貌不再,尽管如此。 薛芷伦与马清伟的关系有所缓和, 虽未复婚,却更像亲人, 薛芷伦如今58岁, 尽管外表变了, 但她克服了重重困难, 人们仍然能从她身上看到曾经的光彩。 在2008年的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典礼上, 一个风格独特的老奶奶, 邵依依, 荣获了最佳女配角奖, 尽管现在她的外貌显得有些非主流, 但在年轻时, 她无疑是位角色美女, 回溯到1972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在片场与李小龙相遇。 在众人之中, 李小龙看出了她的演技潜力, 便向佳和推荐了她, 并诺言只要自己在, 就会支持她的演艺事业。 然而, 李小龙意外去世的消息打断了这段承诺, 在导演吴思远的规划下, 邵依依参演了一些大胆的影片, 名声出德之时, 她却遭遇了行业的封杀, 另一度因绝望而轻生。 之后, 她调整了心态, 重新以演员的身份回归到了公众视野。 凡是适合的角色都全心投入, 邵依依的私生活同样坎坷, 嫁给了富商陈要发的她。 没过多久, 就遭遇了丈夫的公开出轨, 并且, 对方还带着情人回家挑衅, 尽管如此, 她选择了不离婚, 但心里却希望通过改变外貌来寻求一种自我救赎。 在一次陪有人做双眼皮手术的过程中, 她被医生说服, 进行了整容手术, 并决定在下巴注射了价值60元的硅胶。 然而, 一场意外的跌倒导致了硅胶填充物的破损, 而由于当时技术限制, 这个劣质硅胶无法被取出, 只能让其在体内继续生长, 最终导致了她面部的严重变形。 不过, 尽管遭受了毁容的打击, 邵依依依然坚定不屈, 在赢得最佳女配角奖项后, 她还尝试了舞台剧的表演, 在饥饿艺术家和长发幽灵中 展现了精湛的演技。 对于自己坎坷的情感经历, 邵依依有着无法释怀的遗憾, 她曾感叹道, 我的生活苦不苦, 非常苦, 我是忍受了30年的寂寞, 但现在, 她也终于体会到了苦尽甘来的甜美滋味, 稳定的事业发展, 孝顺的儿女。 这一切都给予了她幸福和满足, 她不畏惧职业生涯的艰难险阻, 不屈服于感情生活的失败。 或许, 这正是71岁的邵依依, 依旧能在演艺圈中坚持不懈的动力所在。 女星追求美丽是可以理解的, 但选择正确的方式至关重要, 真正的美人, 像赵雅芝和林青霞一样, 是能够超越时光的, 优雅的老趣和时光和解, 这一是一种美丽的姿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